首先YouTube的製作 希望先加大出片量 而另外 靠YouTube就死定了 我第二个目标 是会做一间网站 如果工作的话 我会拍一个网站教学的课程 就是一个品牌的构思 这个品牌的构思 我想做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尼 欢迎收睇K我话佬 话说我有一个这样的露台位 但是你说平时拍片很少出来 或者一剎那就有拍过一下 你说正式拍的话 好像今次是第一次 是不是应该出来拍多一点呢 感受一下天然环境 挺正的 今天有些阳光所以先走出来 好像过两天落雪 话说我早两天就出了一条片 就是我在加拿大失业料的 估不到真的很多朋友支持 很多观众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真的要多谢大家先 先不要看看观看数 观看数旗次 赞数都有千多人赞 有千多人去支持你 当然有dislike的 是不是也有dislike的 怎么也有十几个 其实比例很小 有很多人就怕我担心 就算这两天其实有很多朋友 都特意走过来 就说喂 吃午餐 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 出点水 其实都出于一个关心的心 其实你说是不是我榮幸呢 而今天我走出来 和大家一起 就说一下我2021年 有什么新计划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上一条影片其实我都有说过 就说我用三天时间去想想 我应该有什么计划 要写下它 当然这个计划我还在设定 经过这三天的思考之后 我定下了2021年的计划 首先2021年的年初 现在也是一月份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转捏点 是的 一个大的转捏点 你说我有没有失望感 小小 就是小小失望感 始终就是刚好 没有了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其实我也知道 有很多人说 其实加拿大很普通 我当然明白 人生这些根本就是小事一则 虽然前路也会有些影响 但是你说会不会找回工作 可能的 可能下个星期转头上班 然后又当没有事发生过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既然上天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上天就给了一个机会 我去尝试多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 我感觉上是这样的 有个契机在那里 那我就不如把握它 应该试多些新东西 对我来说 短暂来说 我有这个条件 是可以试试新东西的 老实说 又不会说明天就完全没有饭开 好了 那计划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 当然要计定数字 第二件事 就是会锻炼身体 其实小弟做运动 都没有做好久了 都要计划一下 怎样去保持健康 否则拍出来的东西 有时见到自己都不开胃 就不是那么好 虽然不是英俊 但是要帅 未来计划 当然要有个目标 好了 去到最后 万一真的失败了 究竟要怎么做呢 这么多人支持 我心里怕 首先第一个题目 就是计定条数 怎样计定条数 上一次我说 现在没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上次我说过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所准备 准备足够要多久呢 这个可以慢慢和大家一起 下次找一集再分享 简单来说 每做一年的东西 我都会预留一个月的人工 就会放在一个户口拨开 譬如我交地税也好 其他东西的话 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分期 扔在一个户口上 所以就算我收到税单 我是没有烦恼的 我是很乐意找的 这个就是我准备的之一 说回洗肺方面 其实我们很省 其实可以很省 怎样都可以顶对一两年的 我觉得这一两年 其实可以试试新的东西 如果你说不是很犯本 其实可以试试新的东西 那如何为自己的危机而准备 稍后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怎样都好 那不可以坐食山崩 对吧 那你猜真是失业探世界吗 好吗 但是我们也要积极面对 好了 那接着第二点 就是这个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你知道我就说 因为开车多 有这个坐骨神经痛 然后呢 有很多很多的观众留言给我 就说应该要怎样做 大部分都是要做运动 对吧 例如这个拉筋 锻炼肌肉 当然可能要看物理治疗 明天我就拿报告了 看看情况如何 而Keep Fit 一路做健身 一路直播 一路吹嘴 有没有想法呢 留言告诉我 而另外呢 就看看会不会 就是改善一下 不要太晚睡 即是来到加拿大之后 其实和香港那边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我是太晚睡 实在正常来说 两点 是的 两点睡 但七点已经起床了 你想想一下 其实我每天睡五个小时 我到这几天 都是这样 要是不停剪片 七点钟 就是屎女包他们起床 又要做早餐给他们吃 准备他们走 八点钟已经走 所以其实呢 睡的时间也不够 看看会不会去睡眠的时间 就先改善一下 而我的精神压力 也有时候会太大 尤其是之前 之前有份工作 再要搞YouTube的话 哇 死得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今次来说 现在有少少松动的时间 我也要计划一下 而明天呢 我就会先设计 计划 计划时间表达自己 那才不会灯烂到新的 比如呢 几点至几点 就是会做一个运动 几点至几点 我就会做一个 什么目标 一会稍后会讲 几点至几点 就会留给剪片 拍影片等等 这个我明天 就会放少少时间 做了这个计划给自己 好了 目标方面 现在开始透露给大家看 目标方面呢 首先YouTube的制作 希望先加大出片量 有很多人经常说 你一个星期一条 最厉害的都是两个星期三条 是吗 我希望我看看 可不可以两个星期五条片 平均三天左右 就出一条片 是不是很开心 有些人很开心 而拍YouTube的题材方面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都影响了 有很多题材就限制了我 做不到 而接着就希望 除了这个生活的Vlog之外 可能会拍一些 有多少少价值上的东西 例如财务控制危机的管理 或者是一些主食 例如10元煮一餐 直播煮晚饭 有没有人有兴趣去看 这些我希望会做 尽量保持所有影片的质素 这是我的卖点 我很希望保持质素 另外我自己有一个频道 叫做Kill Talk 但这个我会先丢一边 始终真的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做 而另外靠YouTube就死定了 如果只是靠YouTube 一个不注意 被人剪掉 一个不注意 连Google也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个世界很难说 所以我第二个目标 是会做一间online shop 其实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很久 其实我之前已经考试了很久 基本上连这个网站 大体的设计 logo domain name Facebook Instagram link up connection 已经全部都做了 而有些产品 其实都已经丢了上去 这个网站上面 但现在还未公开 我想我大概停了三四个月 已经是 完全没有移动过 因为之前实在太没时间 那现在呢 你有少少时间了 没有借口了 一定要设定在设计上 趕快完成了这个online shop 这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而以我online shop成立到 而真的 真是work的话 我会拍一个online shop教学的课程 这个教学课程就是 广东话 教别人如何去online shop 如何去做一个推广等等 以我自己揣摩 当然我要成功才可以教到给大家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而另外 去到最后 就是一个品牌的构思 这个品牌的构思 我想做很久很久很久 当然 除了我自己的设计之外 我的设计可能不太好 我会找外面一些设计者去做 一些比如 简单来说 可能是T-shirt 一些是Hoodies 但是这个构思 我觉得是需要先完成我前面那堆东西 是真的要先成功了 即是先上轨道 否则这个可能是在老海中想 暂时也完全不会想到 我又想到 其实应该没有一年半载都不会开始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 譬如YouTube一定要支持一下 先给个赞 记得分享给亲戚朋友看 最重要是未订阅的朋友先订阅 到最后的那部 万一刚才我所说的一堆东西 全部都失败了 那怎么办呢 马死陆地走 是吧 即是找什么工作都要先做 是吧 将这个梦想破灭 可能又再找另一个梦想 你不知道是吧 那叫做 我现在人生当中 任何东西都试过 无怨 即是不用到时你去到七八十岁 我当年应该要这样做 其实我现在也有这样想的 就是想当年 如果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 把握好机会 当然想还想 但会不会后悔呢 没有的 我从来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 时间过去了就是这样 你自己把握不到 唯有现在好好把握 就算目标完成不了 到最后 其实老实说 我们是可以好省的 即是可以好省到 其实我是找一份工作 应该普通一份工作 都应该是足够 整个家庭的花费 遲些又和大家一起分享 为何我会这样说呢 那说完 最后一步 到最后 一定要有一个感应的心 例如我刚刚出了一条片 那么多人支持你 我真的很感谢 老实说 说到最后 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当然我不是信教的 但是呢 你也要学会有一个感恩的心 喂大哥 千多人赞你 那么多人支持你 那么多人看你头 大哥 那是不是要做好一点呢 不成功变成人 那你也要尽力 尽力做好一点 让别人看 对 那么首先呢 我自己是一个 如果没有计划 就不知道怎么办的人 我是由十几年前 就开始习惯了 定一些目标给自己 譬如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那其实呢 你到加拿大移民呢 之前准备的功夫呢 我订了两年五年十年 这样去做的 那只是呢 那个计划呢 突然之间 可以提早 有能力提早 呢 所以呢 所以呢 一个计划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人一定要订了一些计划 而且还要写下 而我现在呢 就公开出来 公开的计划呢 其实是给自己一些压力 不要担心 对了 说完出来就要做 对不对 而第二件事呢 就是要多谢前一间公司 那就可以给到一个工作的机会 顺带呢 就要多谢我的前上司 由我进一间公司呢 前几个月呢 其实它是对我很大的期望 因为我知道 我感受到的 现在呢 我就帮不了你了 那就令到你失望了 那这个不好意思了 虽然呢 就自己觉得呢 都已经是交足了货了 那我觉得呢 可能就真的 上天呢 就给了一个机会我 是的 给了一个考验我 就在这些人生里面呢 就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有点兴奋的 老实实实 是 那我要尝试一下 刚才我所说的一堆目标 那当然我当然是希望要成功 不成功的 就是再努力 所以呢 如果大家支持我的朋友 那就记得 按个like share 订阅 记得按一下小铁 有什么新片呢 立刻通知你 大家也要记得 就是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和Miri 是的 全部都齐了 最新的动向 有些相片 去到哪里 其实呢 都会在那里更新 或者就 加入我的Telegram group 那里面呢 我们就 经常性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我吹水 是已经有六百多七百人了 可以一起查一下 有些什么 就直接可以大家谈一下 好了 今集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呢 一会儿再剪下这个日本片 不过 说起这个日本片呢 真是惹气死我 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你拍得差呢 你后面的工序呢 所用的时间呢 真的多到你不相信了 譬如可能是 现在有无线咪 以前没有 另外一些画 在那里跳跳跳 又拍得不好 那些镜头又震 很多东西搞 所以剪一条片呢 可能是十多分钟的片 可能是搞足一天 搞足一天 其实是浪费很多时间的 所以拍片呢 就真的很重要 即是你拍那一刻 真的要很重要 不如这样吧 然后再说拍片 有什么特别的提示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现在就先喝一杯咖啡 就是这样 拜拜